结果生殖之后 一个小宝宝 从母体内出生以后 那么此时呢 他就经过一个生长的时期 自己呢 从一个小的婴儿 然后最终呢 要长成一个 要变成一个老年人 然后最后摔老雕王 一个过程 那么婴儿的生长呢 可以分成这样几个时期 第一个呢 叫做幼儿时期 对吧 此时呢 他的生长非常迅速 人从出生 一直到他三岁左右 此时呢 他的体重可以增加好几倍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大脑开始逐渐发育完全 我们刚出生的时候 大脑是发育不完全的 那么此时呢 你呢 对身体的控制能力比较弱 所以我们在出生的时候 会尿床啊 然后呢 我们会这个拉在床上啊 等等 就表现为大小便呢 时期就是没有控制 随着神经系统的逐渐成熟 三岁以后就很少就尿床了 对吧 神经系统会发育 而且体重会增加 这是人体第一个迅速生长的时期 叫幼儿期 然后是少年期 对吧 少年期的时候呢 三岁以后到十三岁左右 是幼儿期 确实呢 我们就要上小学 对吧 十三岁左右 我们差不多要进入到初中了 这个初中以后 你要经过青春期 也就是大家现在所处的时期 青春期的时候呢 它呢 是人体啊 第二个迅速生长的时期 有两世纪迅速生长 一个是婴儿期 幼儿期 一个呢 是青春期 对吧 青春期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得注意 注意燃养物质的补充 一会儿呢 咱会具体详细讲 经过青春以后 进入成年期 成年期几乎就不长了 到了衰老期 那么这个人呢 随着他的衰老 他体重也会减小 然后呢 最终会走向死亡 大约呢 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首先呢 特殊这样几个时期 幼儿期 幼儿期 儿童期 还有青春期 其中呢 两种迅速生长时期 分别是幼儿期 还有青春期 是这样的时期 对吧 青春期呢 它生长速度 不仅大于幼儿期 而且是个人 一生当中 生长 它的转折点 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注意青春期 青春期呢 是对一个人来说 至关重要的时期 当呢 进入成年以后 基本上 就已经生长生长了 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青春期都有哪些发育 青春期呢 都有哪些变化 首先呢 它呢 生殖器官 会开始发育到成熟的阶段 人呢 一个人 在青春期之前 是没有生育能力的 也就是说呢 一般13岁之前 是没有生育能力的 到13岁以后 开始进入到青春期 男士跟女士啊 他的青春期呢 时间是不一样的 其中 女孩的青春期 一般是11到17岁 而男孩的青春期 跟女孩相比 通常呢 都晚两年 男孩的青春期呢 一般是13到19岁 是这样的 对吧 其中呢 在青春期的时候 他的生殖器官 开始发育成熟 本来呀 男士呢 在青春期之前 是没有产生精组的能力的 女士呢 在青春期之前 是没有产生卵细胞的能力的 随着生殖器官的 逐渐成熟 他们呢 开始逐渐出现 卵细胞 逐渐产生精子 这时候呢 才具备 这个生殖能力 经过青春期的翻译以后 才具备生殖能力 这要了解啊 而且 他们呢 此时呢 是性生理和 这个性心理 产生明显变化的 重要的时期 此时呢 会有一些青春期的蒙动 但大家呢 一定要控制好 这个时期呢 他的一些心情 就是他 这是第七个青春期 既是青春以后啊 人体呢 会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 他的体表啊 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首先呢 身高会迅速生长 对吧 本来呢 比如说 1米2 1米3 突然长到1米5 1米7 1米9 甚至这样的 身高会迅速生长 如果心脏是 身高迅速生长 那此时呢 是需要大量的 营养物质的 比如需要一些 蛋白质啊 需要一些糖粒啊 需要一些脂肪啊 所以在青春期 一定要保证 营养物质的充足 其中呢 会面前增加 而且呢 他会长出很多提毛 比如男士 会有呼吸 呼须 对吧 腋下呢 会长叶毛 对吧 他会长提毛 而且呢 体型像沉润化发展 如果男性的话 他的肌肉 会变得比较发达 如果是女士呢 他呢 比如说 会有防止发育 然后腰呢 可能会变细 臀部呢 会变大 对吧 然后这时都是 他呢 向成人发展的 一个阶段 而且呢 在此时 会出现第二性征 什么叫第二性征呢 我说 大家简单了解 就可以 第二性征呢 是男女 除了性器官 以外的区别 就叫第二性征 比如说 男士 找到一定阶段 在初中呢 我们会经过一个变声器 本来呢 声音是特别税嫩的 那个声音 然后呢 他会变得成熟 那么男性的声音呢 会变得比较低沉 比较有磁性 老师的这个声音 特别有磁性 女士的声音呢 会变细 变尖 对吧 另外呢 男士呢 会长胡结 对吧 男士的肌肉会变得发达 男士呢 会长胡须 这都是男士的第二性征 女士呢 比如说他会有乳房的发育 对吧 女士呢 他的声音会变得比较细 对吧 女士呢 他呢 这个皮肤变得比较光滑 然后呢 他的那个那个 那个臀部呢 会变大 等等 这都是女士的第二性征 这要了解啊 这是第二性征 另外呢 生殖器官发育成熟 然后内脏的功能 也是这些健全 在生殖器的 在那个青春期的时候 那心脏功能 和肺的功能 他们呢 会逐渐的 发育健全 所以大家呢 在青春期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体育锻炼 那么此时呢 对你各个器官的锻炼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是青春期 另外 在青春期呢 对于男士来说 还有出现一个现象 叫做 宜精 对吧 宜精呢 是男士发育的里程碑 男士呢 如果出现了 男孩 如果出现了宜精现象 这时候呢 不要感觉到 特别羞愧会怎么样 因为这是正常的 顺利过程 当镜子 他呢 逐渐 因为生殖器官 他也成熟了嘛 他也逐渐产生精子 精子多了 精满 自衣 就发生宜精 这个宜精呢 他呢 首次宜精的时间 大约是在 男士啊 是在14岁左右 而宜精的 这个原因和 这个频率啊 是因而异的 有的人呢 一个月 或一周内 就有一两次 又发宜精的因素 也是很多的 比如说 如果我们穿的是 女胆裤 女胆裤呢 由于固体 这生殖器官呢 它体压比较严重 那么此时呢 宜精的频率 可能就会高一点 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啊 大家呢 在清晨期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穿 牛仔裤 这样比较硬的 这种 这种裤子 对生殖器官的发育 很不好 所以我们尽量 穿一些宽松的衣服 是这样的 这是她 而女士呢 也会出现月经 会有月经的出巢 对吧 这个月经呢 我先解释一下 女士呢 为什么会有月经 原因是这样的 其中呢 当女士的 她发育成熟以后 她呢 28到30天 就有一个成熟的卵细胞 从卵巢中排出 女士呢 一个月就能排出 一个卵细胞 她呢 大约是28到30天左右 就排出一个卵细胞 这个卵细胞啊 在排卵的过程中 对吧 在激素的作用下 子宫的内膜 她开始充血 增后 为什么充血增后呢 是为受精卵的头床 做准备的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啊 已经收入了 什么至于子宫内膜结合 如果卵子 没有受精 增后的子宫内膜 就坏死 脱落 子宫内膜 就坏死脱落 然后啊 引起突血 脱落子宫内膜碎片 同学一起排出 从医道排出 这就月经 这就月经啊 月经呢 其实就是子宫内膜的 一个脱落 和排出卵细胞的 这个过程 这老家 这是女士呢 正常的生理过程 对吧 而且啊 月经呢 有几个东西大家需要知道 首先呢 这一个 月经周期呢 一般是28到30天 第一次 第一次那个月经 叫做出巢 一般的发生在11到17岁 如果提前的话 可以提前到10岁左右 如果晚一点的话 可以呢 到 到那个那个 那个10到17岁 这都属于正常的范围 大多数都是在12到15岁 对吧 一般的 经期 就是那个那个 过程 就是时间呢 持续的时间 一般情况下 都是三到五天 两到七天 也是正常的 这个需要了解一下啊 女士呢 会有 经期 而且女士在经期的时候呢 情绪啊 会特别稳定 然后呢 据说呢 比较容易 那个那个 发怒啊 或者怎么样 所以男士呢 在女士经期的时候 一定呢 要 体调 女士 要了解啊 这是他 另外呢 生日期呢 她呢 一些身心的健康 就是给大家提一些小建议了 其中呢 我们要补充 丰富全面的营养 大白质量脂肪啊 营养啊 钙啊 等等 因为此时呢 这种身体 还有还有呢 这个这个骨骼啊 它发育的重要时期 此时期呢 一定要保证营养足 另外呢 要经常参加一些体育 体育活动 来锻炼 我们的那个器官的 各个器官的功能 心啊 肺啊 然后等等 另外一心的功能呢 在此时会逐渐健全 也是我们锻炼的黄金时期 另外呢 要注意各种姿势的正确性 比如写字啊 探书啊 吃饭啊 活动啊 休息啊 对吧 因为骨骼呢 此时也要生长 如果你每天都弯着腰 然后呢 可能呢 骨骼就会激情 对吧 另外呢 还要正确对待 我们第二性格的出现 女孩呢 就会有乳房的发育 对吧 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 是一个人成熟的过程 所以呢 你不要穿一些什么紧身的衣服 然后刻意的 来这个掩盖 或者怎么样的 男孩呢 也不要拔那个 胡须和体毛 对吧 那胡须呢 是男士的象征 证明呢 你已经是一个男子汉了 对吧 另外呢 呃 变声期呢 我们一定要保护嗓子 因为在初中这时期 我们会变声 此时呢 声带 它会比较弱 如果呢 用嗓过度 会造成的声音 沙哑或者不正常 一定要注意保护嗓子 不要大声的尖叫 这是清智期 它的一些建议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清智期的发育 清智期的发育啊 难道体表会发生变化 会出现第二性征 男女除了性器官之外的区别 就要接二性征 比如说 呼吸 比如说 喉结 对吧 比如说入房 等等 谢谢 另外呢 生殖器官 它也会发育成熟 对吧 女生呢 会有月经出草 男士呢 会出现宁经 月经出草和宁经 是标志着 你呢 在发育成熟的一个标志 内脏器官 它的功能呢 也逐渐的开始健全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可以锻炼 另外呢 心理清智期的心 那个心理健康 对吧 身体要健康 然后心理呢 也要保持一个健康 对吧 我们在清智期的时候 会有一些清智期的萌动 但我们一定要处理好 这个关系 对吧 不要让这个事情 来打扰我们的血液 对吧 这是它 那么我们看一下 咱们的这个两道题 对咱们正节课的一个总结 第一道题 胚胎和胎儿发育的场所在哪 胚胎和胎儿在哪发育啊 应该在母体的子宫内发育 应该选择2B吧 对吧 其中卵巢是产生卵细胞的过程 那个场所 树脑管是树精管 它呢 向子宫移动的那个通道 对吧 阴道呢 是分娩 对吧 婴儿出生的那个通道 而其中发育 并且在子宫内 第二个 新生命是从何时开始的 新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从受精卵 对吧 我们呢 最开始 最开始 人呢 最开始的一个状态 是因为受精卵 受精卵呢 它不断的分裂 分裂呢 会造成精子有卵细胞 对吧 结合形成受精卵 受精卵不断分裂 变成胚胎 然后胚胎呢 它呢 是从婴儿出生 对吧 其中呢 人的发育 是从受精卵开始的 卵细胞和精子呢 是它最初过程 而 这要提的 它们呢 是生命从何时开始的 生命呢 应该是从胚胎开始的 当一个胎儿 它在第一个月 形成心脏 有心跳的时候 当它开始 有大脑披生的时候 此时生命才产生了 所以生命 是从胚胎开始的 这些呢 应该选择 C 对吧 上面那个呢 它呢 发育的场所是在子宫 因为选择2B 这就是咱们这节课的 所有的内容 就这么多 相信通过这节课 大家能够清楚 我们人 它究竟是从何而来 它的整个过程 都已经给大家说清楚了 对吧 所以大家以后 就不要再问 爸妈妈妈 这个我们是怎么来的了 因为整个过程 实在是太复杂了 而且呢 生命 是造物主的奇迹 希望各位同学呢 能够继续 我们现在的生活 对吧 你在出生之前 就已经战胜了 两亿个精子 你呢 一定是最优秀的 当然一定要自信 好吧 那咱们这课程的 基本上就要这么多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